那这是什么炸裂剧情 身为总裁的白月光却爱上自己的替身 圈里人人皆知苏益晨只是顾寒舟养在家里的替身金丝群 跟在霸总身边一年多 他温顺卑微 任劳任怨 殊不知这一切皆是假象 而那个霸总心中的白月光 却在第一次见苏益晨时 便向他告白了 并教中犬舔苟白月光 vs 冷静理智眼疾一流替身 当白月光爱上替身 霸总就只能注定沦为炮灰 一年前 苏益晨因为长了一张酷似霸总白月光的脸 便被霸总看上 为了支付母亲高为医药匪 他在霸总的威逼力右下不得不签下提身契约 一年来他兢兢业业扮演着白月光的提身 并装作爱霸总爱的死心塌地的模样 完美的演技骗过了所有人 而说起那个霸总心中渴望而不可及的白月光陪苏玉 可谓是人如其名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高铃之花 霸总在他身边都甘当甜狗 这天顾家别墅 霸总顾寒舟正死死掐着苏益晨的脖梗 原来是苏益晨不小心将白月光送给他家的清玉花瓶打碎 身为替身却将郑主的东西打碎 可把顾寒舟气得不轻 一字一句地斥责道 苏益晨 你以为你是谁 你只是速速地替身 没资格碰他的东西 说完便狠狠地将苏益晨甩在地上 顿时苏益晨双眸通风 生理泪水夺胖而出 先生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下次再也不会了 顾寒舟则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警告他下不为例 就在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 原来是顾寒舟的弟弟顾清舟 哥 好消息 裴苏益明天要回国了 顾寒舟本犯着寒意的眼眸瞬间变得有五 真的 太好了 我要为素素办一场盛大的接风宴 而看着一旁楚楚可怜的苏益晨 顾寒舟皱了皱眉 素素回国 这人可是最大的麻烦 要怎么处理他的去处呢 顾清舟却十分厌恶他事 嘲讽让他赶紧走 苏益晨没有理会他 而是伤心地看着顾寒舟 先生 说好的两年 这才一年 我母亲也还在医院治疗 你真的要我走吗 看着他这副仿佛要被抛弃的模样 顾寒舟微微一愣 苏益晨这么爱他 如果离开了他 大概会活不下去吧 想到这他叹了叹气 同意让苏益晨继续留在这里 但同时也警告到 绝对不能让素素知道他俩的关系 我知道了 先生 苏益晨乖巧地点头 却在两兄弟消失的片刻变了脸子 只见他抽出准备好的手绢 缓缓擦拭着受伤的手腕 怎么办呢 白月光突然回骨 不好玩了呀 总把他当替身 谁曾想白月光只想当他的田狗 为此不惜半夜爬上他的床 当白月光爱上替身 爸总只能孤独终老 话皆上级 苏益晨也没想到白月光会这么快回骨 这一年里 他用顾寒舟给他的资金开了一间小公司 目前还在起步阶段 他实在太缺钱了 所以这份替身工作暂时还不能丢 于是他故作可怜 成功让爸总让他以助理的身份留了下来 一日 顾寒舟早早来到了机场 想着等会就能见到多年未见的裴素月 他高兴极了 没一会只见人群中出现一道身影 那是一个宛如漫画中走出来的笑草 美得直叫人一不开眼睛 顾寒舟第一眼就看见了他 素素 欢迎回国 听说你要回来 大家特地为你准备了一场接风宴 说这话时顾寒舟嗓音是前所未有的温柔 寒舟哥 好久不见 裴素月微微笑着 一双瑞凤眼上下打量着他 以往裴素月的眼中从未有过任何人 更不会去注视谁 如今却这样专注地看着他 顾寒舟本应欣喜 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总感到有点不自在 寒舟哥 这次我是专程为你回来的 你欢迎我吗 顾寒舟还以为素素终于要接受他了 整个人高兴极了 体贴又绅士地打开车门 沉浸在幸福中的顾寒舟丝毫没有发觉裴素月正死死盯着他 那眼神中有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妒忌 此时的酒店内 苏以辰正站在角落里拿着甜点 大家都知道他只是一个赝品 没人搭理他 苏以辰也乐得自在 但总有人看他不顺眼 顾倾舟恶意地推了推他的胳膊 警告他等会十项点 别在素素面前说些不该说的话 苏以辰是真的不想搭理这个幼稚的顽固少女 明明都十八岁了 还跟十岁小孩一样幼稚 但为了钱他又不得不演下去 毕竟替身也要有替身的职业操守了 于是故作低落地表示不会给先生添麻烦 突然宴会四周响起一阵阵惊叹声 原来是裴素月来了 苏以辰也难免好奇地观察了一眼 这就是顾寒舟心中念念不忘的白月光 顾倾舟见状嘲讽道 即使你在爱我大哥 一举一动都模仿素素 但他还是从不碰 知道为什么吗 苏以辰立马入戏 脸色苍白正正地不说话 内心疯狂吐槽 为什么 因为你大哥不行 因为你就是个赝品 你不配 顾寒舟恶意地在他耳边低语 而裴素月这边却是众星捧月 周围的人都在撮合他和顾寒舟在一起 其中一人突然指向苏以辰的方向 素素 也许你应该认识一个人 他呀自不量力 真是应了那句成语 东施笑评 话虎泪犬 此话一出顾寒舟脸色微冷 阴沉地盯着苏以辰后背 苏以辰顿时如芒在背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又是考验演技的时候 他长叹一口气 迅速进入状态 装作无所适从的模样 缓缓伸出手 你好 我是苏以辰 顾总的私人助理 裴素月眼神亮了亮 迅速地将手擦干净 你好 苏以辰 我是裴素月 握手的瞬间苏以辰愣住 裴素月的手在颤抖 并且还趁众人不注意摸了他一下 纵然感到不对劲 但他还是得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人设 只要顾寒舟不提出结束 他就一直演 毕竟现在他的公司还需要这份钱周转 害怕事情败露的顾寒舟坐不住了 走上前来借口要将他支走 说完还不忘瞪着他 眼中不乏警告地以为 我知道了顾总 我现在就去 苏以辰缓缓转过身 似乎伤心极了 心里却含泪想着 等会要去吃三斤小龙虾 犒劳自己今天的眼睛 等一下 裴素月突然叫住了他 这霸总心中念念不忘的白月光 但背地里他却视霸总为眼中钉 肉中刺 只因霸总身边那个替身是他深爱之人 当心爱之人沦为自己的替身 他要如何才能将人从霸总身边抢回 化街上级 眼见苏以辰要走 裴素月意识慌了神 等一下 此话一出顾寒舟疑惑地看着他 裴素月只好说是不想让人提前离开他的接风宴 白月光好不容易有的要求 顾寒舟怎么可能拒绝 于是他转头便让苏以辰留下来 苏以辰无语急了 他实在不知道裴素月留他作甚 莫非是想要给他来个下马威吗 虽然很想撂挑子狗 但架不住霸总钱多呀 他只好继续演戏 对霸总为命是从 看着苏以辰对顾寒舟那副深情缓缓的样子 裴素月看向顾寒舟的眼神里就多了一抹急恨 他担心顾寒舟也喜欢上苏以辰 于是试探地问道 寒舟哥 你还是当年那个没有变心的寒舟哥吗 得到肯定回答的裴素月简直高兴快 而另一边的苏以辰正在为没吃到小龙虾郁闷 突然咔嚓一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看着裴素月方方张张地收起手机 苏以辰正住了 他这是被偷拍了 不过偷拍情敌 而且还是偷拍自己的替身 这是什么操作 苏以辰表示实在不理解这白月光的脑袋物 不想继续待在那的他起身往洗手间走去 离了宴会听苏以辰顿感放松不少 突然咔嚓一声 门从外面打开了 走进来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人 苏苏终于可以和你单独相处 裴素月深情地望着他 苏以辰还以为他是发现了自己替身的身份 来警告自己的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点 苏苏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裴素月见他丝毫没认出自己 心中不免难过 而苏以辰是真的对他一点点印象都没有 但他觉得他那副表情不像作假 特别是那可怜的眼神 活脱脱就像自己抛弃了他一样 他实在看不懂裴素月来找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或许是看出了苏以辰的疑惑 裴素月开门见山道 你真的很喜欢顾寒舟吗 听到这苏以辰立马来的精神 他误会裴素月是来给他下马威的 可他一年的戏也不是白眼的 于是他迅速酝酿情绪 将自己带入到卑微替身人设中 下一秒眸光泛红地解释自己只是顾先生的注意 其他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裴素月知道他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连忙上前握住他的手 表示知道他和顾家的种种 还有他受的委屈 但这些话在苏以辰听来却是认误 裴素月对顾寒舟念念不忘道找人监视他们的地步 苏以辰实在太震惊了 他转身就想离开 却被裴素月一把拽了回来 苏苏你不要走 你就那么喜欢他吗 是 没错 我深爱顾先生的钱 当然最后两个字他是万万不敢说出来 得到确切的回答后 裴素月整个人阴郁不已 苏以辰见状安慰了他两句 转身就朝门外走去 却不料下一秒整个人就被裴素月拥入怀中 顾寒舟对你一点都不好 不仅不珍惜你 还脚踏两只船 哪值得你如此死心塌地跟着他 他凭什么得到你的爱 凭什么 裴素月越说越激动 毕竟他等了苏以辰那么多年 却被人截足先登 他嫉妒地就快发狂了 苏以辰只觉头皮发麻 他实在是被这一顿操作整猛了 这家伙究竟在说什么 绿茶的对象搞错了吧 苏以辰直接将他推开 目光警惕地看着他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可以明说 何必跟我玩茶医大师这套 裴素月见状也不敢再冒进你 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不知该如何开口 突然 苏以辰在往后退的时候 不小心被东西搬搂 整个人朝后仰去 那一瞬间 裴素月立马冲了上去 揉住他的腰 两人一同倒了下去 由于靠得极静 苏以辰还能闻到 他身上淡淡的清冷香味 就在苏以辰想要推开他时 几道脚步声传了过来 大门紧随其后被人打开了 月光入住顾家第一件事 竟然是半夜爬替身的床 上集说到苏以辰和裴素月 双双摔倒 就在两人不知所措时 卫生间的门开了 苏以辰听出了来人证实 陆氏集团二少爷陆明晨 这人因为看不惯他 所以没少在顾家欺负他 今天抓到替身和郑主同事 出现这个大八卦 陆明晨就对他极尽羞辱 听着外面传来的嘲讽声 苏以辰眼眸低垂 好似为此伤心不已 裴素月见状抬起身 轻轻地捂住他的耳朵 不要听 苏以辰一时间愣住了 他实在看不懂这家伙在想什么 为什么做的事都那么让人难以理解 不一会门外便没了声音 苏以辰顿时松了一口气 随后猛地将裴素月推开朝外走去 看苏以辰如此生气的模样 裴素月也急了 下意识便想去拉他的胳膊 没想到还没碰到就被甩开 苏以辰转身警惕地看着他 你接近我到底有什么目的 裴素月见他还是不相信自己 连忙将定制好的相识 掏了出来 苏苏我喜欢你很多年了 我如今所有的成就 都是为了能有资格站在你身边 这次鬼鬼也是为了你 说着说着他就单膝跪了下来 请求苏以辰跟他一起走 不来的变故是苏以辰万万没想到 他内心就快抓狂了 这白月光也太会演了 为了套取消息 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让他这个自诩影帝的人都差点漏心 且不说现在他还有顾寒舟的协议在身 就算没有 他也不认识裴素月啊 这哪跟哪啊 苏以辰是彻底弄圈了 但他还是有职业操守的 就算不爱顾寒舟 也得装出来 于是他垂了垂眼 顾作歉意道 对不起 我只爱顾先生 今天的事情你不要告诉顾作 说罢便毫不留情地转身于群 轻耳听见心爱之人说爱他人 裴素月紧握双手 眼神灵力了许多 回到宴会厅后 他就向顾寒舟提出想去顾家住 白月光好不容易有个要求 顾寒舟怎么可能拒绝 一口答应了下来 但他脑海中却不自觉 浮现出苏以辰的身影 看着手中的红酒杯 顾寒舟不由地想起了苏以辰刚来顾家的样子 那时候的他天真烂漫 可后来为了讨好他 却变得唯唯懦懦 逆来顺受 久而久之他就乏了 这边苏以辰再次回到宴会厅时 便隔知了裴素月即将住进顾家的消息 他直接压麻呆住 那你 那家伙要住进顾家 他突然就觉得后背发凉 而顾寒舟看着他那副极不情愿的名 也怒了 你别忘了你只是素素的替身 什么不该说的别说 否则你知道我的手段 苏以辰内心抓狂了 他是真想扇这霸子梁里头 这人脑子有问题吗 还没和他这个替身解除协议呢 就让白月光住进来 真的不怕鹰沟里翻船吗 看来霸总心中他还真傻也不是 很快到了晚上 顾寒舟带着裴素月及一众好友 回到顾家别墅 他颇不及待的 想要询问素素喜不喜欢他准备的卧室时 却发现素素消失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裴素月早就溜到了苏以辰房间 苏以辰正在换衣服时 被身后开门的声音吓了一跳 等他看见来人时 当场就想骂街了 只见裴素月正悄无声息地靠在门边 凝视着他 霸总撞见白月光和替身同处一事时 又会是怎样的修罗场 上集说到裴素月趁众人不被偷溜到苏以辰房间 这可把苏以辰吓了一大条 你不去看你的新卧室 跑我这来干什么 你可别说千方百计住进顾家 是为了我这个小替身 裴素月见状立马开始表忠心并甩播 表示确实为他而来 但住进顾家这个主意是顾寒舟提出的 他可不敢自作辱张惹苏苏生气 话里话外就差明说 顾寒舟是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渣男 苏以辰一时间五味杂陈 裴素月说的没错 顾寒舟那种自私的人 根本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他倒是拿钱演戏 没觉得有什么 但在其他人眼中 顾寒舟的这种行为 确实像在伤害一个深爱他的人 而裴素月也好像真的处处在为他着想 这让苏以辰有点犯难 该怎么回复这白月光呢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了起来 素素 你怎么在这儿 苏以辰脸色微变 原来是顾寒舟正站在门口凝视着他们 幸好裴素月立马反应过来 借口四处走走 顺便和苏苏打个招呼 以后好多多关照他 顾寒舟当然不会怀疑他的话 但他担心苏以辰对裴素月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于是等裴素月走后 顾寒舟走上前捏住苏以辰的下方 质问他有没有乱说什么 得到苏以辰的保证他才放下心来 但看着苏以辰那副委屈受伤的神情 他又觉得无比有趣 这副样子就像被拔掉锐刺了玫瑰 有股破败美 看着顾寒舟那越来越变态的眼神 苏以辰瞬间冷汗直冒 借口肚子痛火速溜了 而顾寒舟看着那紧闭的房门 露出一抹邪笑 虽然现在白月光回来了 但是对于苏以辰他暂时并不打算放松 毕竟闲来无事还可以逗弄消遣 另一边陪素月并没回房间 而是一直在等顾寒舟离开 深夜 苏以辰正在和周公约会时 便感觉到身后有股热源靠近 整个人似是被人拥进了怀中 紧接着抚摸他的脸颊和耳朵 苏以辰难受得醋了醋眉 缓缓睁开了眼睛 顿时吓了他一跳 几乎下意识地就把身后之人踹了下去 他迅速打开台灯 看着地上的陪素月怒斥道 你怎么在我床上 陪素月缓缓抬起头看着他 眼含泪光 苏苏我太喜欢你了 我忍不住想和你待在一起 看着陪素月那像是被自己欺负了的样子 苏以辰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是不是有病 我说了我不记得你 也不信你说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纠缠我了 但陪素月就好似没听见事了 抱着枕头一步一步靠近床边 苏苏 既然你不离开顾家 那我就来陪你 我想抱抱你 说吧便靠了过去 苏以辰一时间没有抵挡住 被他抱了个满怀 看着陪素月一直在蹭他的脸 苏以辰瞬间头皮发麻 下一秒一个巴掌直接呼了出去 陪素月 你别太过烦 苏以辰气呼呼地指着他 而陪素月却看着他这副模样更加兴奋 直接将脸贴上去蹭了蹭他的手指 询问他手疼不疼 苏以辰被吓得连忙收回手 往后退了紧 防止他再次靠近 你是狗吗 这么喜欢咬别人手指 而陪素月却没觉得不好意思 大大方方地表示 他就是苏苏的专属小狗 因为小踢身的他 却让霸总白月光念念不忘 甚至还为了夺得他的欢喜 扬言要当他的一条狗 这是什么炸裂发言 小踢身表示只想远离这封踢爆 对于陪素月这夜袭相仿 还表示要当他终权的军 苏以辰只感到一阵头疼 他也懒得再装下去 醋了醋眉 冷冷地推开他 哪有人尚感觉要当别人的王 陪素月 收起你那套 你明知我与顾寒舟的关系 而且我爱他 还用这种恶心的眼神看着你 不就是为了套我的话吗 我才不会上当吗 陪素月知道他不相信自己 失落极了 苏苏 就算你爱他那又如何呢 不寒舟配不上你 我要的不多 等你不爱他的时候 分一点点给我就好 我只想晚上待在你身边 不会被人发现的 看着陪素月那身形 痴迷的眼神 苏以辰皱了皱眉 他记忆中并没有过这人的一丝一毫 更不知陪素月是从何时盯上他的 纵使如此 他还是拒绝了陪素月的爱 但他小瞧了这白月光的脸皮成果 好似根本没听见他拒绝的话一样 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表示自己只需要睡地上就可以 保证不打扰他睡觉 见打也打不走 骂也骂不走 苏以辰无语了 怕再闹下去会对顾寒舟发现 苏以辰只能妥协 并且要求约法四招 一不准被人发现 二不准没有他的允许上床 三不准碰他 四不准咬人 陪素月当然一口答应了下 开玩笑 只要苏苏答应他留在这里 一万个条件他也会答应 看着陪素月那灼热的眼神 苏以辰忍不住擦了擦汗 哎呀呀 他这是惹上了什么神经啊 苏以辰睡觉时 陪素月就在床前看着他 这明晃晃的眼神让他根本睡不着 忍无可忍的他直接坐了起来 扔给陪素月被子和枕头 咬牙切齿道 不要再盯着他看了 自己打地铺睡觉去 陪素月这才消停 一日 陪素月率先醒了过来 为了不被人发现 他只能早早回到自己的卧室 临走之前 他还不忘给苏苏盖上被子 再来个早安稳 所以等苏以辰醒来时 房间里早已没了陪素月的生命 他到底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呢 苏以辰始终不解 而等他收拾好 下楼准备早餐时 却发现陪素月早已帮他准备好了 还说只有自己的那份早餐 是他亲自做的 苏以辰有点猛 就在这时顾寒州他们也下楼了 早餐时顾寒州吃了几口 便发现了不妥 他质问苏以辰 为什么今天做的和以往不一样 让他去重做 就在苏以辰尴尬尬无比之时 陪素月的声音响了起来 寒州哥 你那份早餐是我做的 你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吗 正为霸总心中的白月光 却为爱霸总身边那个小替身 当白月光翻身成主角 霸总只能沦为工具人 看绿茶丰批美人 如何步步攻略小替身的心 话皆上级 顾寒州想要刁难苏以辰 便借口东西不好吃让他重做 却遭到白月光陪素月的反问 寒州哥 你是对我给你做的早餐 有什么不满吗 这可把顾寒州整尴尬 不知如何回答 周围人见状纷纷开口紧 素素亲手给寒州哥做的肯定好吃 哪像我们都没服气迟到 听着耳边圆圆不断的马屁声 苏以辰实在忍不了了 咕咕笑出了声 这突来的笑声太过突兀 顾寒州认为他在嘲笑自己 阴沉的看向他 有什么好笑的吗 没 没有 苏以辰转头低语道 众人看着他肩膀一抽一抽的 还以为他是被责骂 忍不住伤心夫妻 可实际上苏以辰只是憋笑憋的 肩膀忍不住抽抽 一旁的陆明晨见状嘲讽道 丑小鸭就是丑小鸭 永远也变不成白天鹅 某些人就是脸皮厚 郑主都回来了 还赖在这不走 这番明晃晃的讽刺 在场的都知道说的是什么 心上人被羞辱 裴素月脸色瞬间变得十根阴雾 好在顾寒州及时出面打断了这一切 好了 都少说话 多吃饭 这才安静了下来 苏以辰嚼了下嘴里的牛排 不禁望向裴素月 这七分熟完全是他的口味 难道这家伙还特意了解了他的喜好吗 裴素月见他看向自己 高兴犯了 朝他做了个Wing的表情 早餐后众人商议去哪来时 顾寒州却接到了一个电话 顿时脸色铁青起来 原来是他的公司正遭受一股不明势力的攻击 股市面临跌停风险 必须要他回公司解决 顾寒州只好匆匆离开 顾寒州一走 裴素月便借口身体不舒服 拒绝了出去玩的要求 偌大的顾家顿时只剩下他和苏以辰两句 看着苏苏起身收拾碗筷 裴素月连忙上前帮忙 指尖还不经意蹭了蹭他的手心 想着苏以辰每日都得伺候那一堆废物 裴素月就难免心疼 苏苏你没必要那么辛苦 顾寒州对你一点都不好 苏以辰却觉得没什么 毕竟他又不是免费干活 不做做家务 怎么对得起爸总给的工资 裴素月却表示他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要不要帮他解决掉那个陆明晨 苏以辰拒绝 并表示他不喜欢多管闲事 自作主张之人 裴素月这才作罢 然后他便在苏以辰的指挥下 将碗筷座椅全部收拾干净 苏以辰看着裴素月任劳任怨的模样 不由的感慨 大家眼中的白月光如今却任由他拆解 不得不说 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让他不由的想起了从前顾寒州对他的百般羞辱 说他如何如何不如裴素月 可如今他们口中高冷金贵的白月光 却上赶着当他的狗 看着裴素月上赶着讨好他的谋 苏以辰心情好极了 他揉了揉裴素月的头发 莫德府下身笑道 真乖 你想要什么奖励 对裴素月的步步紧离 苏以辰怒山白月光 得知心上人被养的替身打了 大总又会如何惩罚他 化阶上级 看着裴素月一副讨好的模样 苏以辰顿时来了逗弄他的心 你想要什么奖励 看着苏苏静在咫尺的脸庞 裴素月目光痴迷地看着他 想亲密 苏苏 苏以辰断然拒绝 裴素月见状失落极了 苏以辰看着他眼中流露出来的痴迷 眉头皱了皱 他还真是低估了这白月光 眼睛方面都快赶上他了 要不是他在顾家待的这一年半 看清了很多东西 说不准会被这人骗了 于是他推开裴素月子 冷冷道 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行 还有别用那种眼神看我 我觉得恶心 说完这番话 苏以辰就打算起身离开 谁曾想下一秒手腕便被紧紧抓住 随后就被禁锢在沙发上 苏以辰恼了 你做什么 放开我 裴素月则是用行动回复了他 感受到脖梗处传来的刺痛 苏以辰睁大了眼睛 他没想到竟会被咬 看着裴素月还在装可怜 说着让自己不要讨厌他的话 苏以辰就火大起来 忍无可忍的他手随心动 直接扇了上去 大声怒斥道 你到底想做什么 顿时裴素月半边脸红了起来 但他一点都没生气 还表示只要苏苏高兴 想怎么对他都肯 苏以辰无语了 这人怕不是真的有病吧 看着裴素月越来越变态的眼神 苏以辰炸毛了 由于动静太大 很快就将管家和顾清舟引来 面对顾清舟的质问 苏以辰只能尴尬地表示 不小心把东西碰到了 裴素月也在一旁附和 顾清舟明显不幸 突然他眼神一灵 看着裴素月发红的脸颊 他怀疑是被人打的 见状裴素月立马上前岔开话题 询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回来 苏以辰这才借口不舒服 快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回到房间 苏以辰便对着镜子检查了一下伤口 幸好并无大碍 他还是气得快爆炸 他实在难以相信众人眼中白月光 怎么会看上他这个寂寂无名的小屁身 肯定是为了顾寒舟在套路他 只是这手法未免太离谱了些 当夜裴素月准时来到苏以辰的房间 刚拿出被子 身后便响起吃笑声 裴素月你没事吧 顾寒舟给你准备了最豪华的主卧园柱 天天跑来我这打地破 苏以辰说话的时候 裴素月就乖乖地铺好了床 听到他的话后立马发生忠实的狗 表示金窝银窝 不如苏苏给的狗窝 苏以辰白眼都快翻上天了 他发现越理这人越来紧 所以懒得理他 只是警告他不准趁自己睡着了上床 随后关灯睡觉 裴素月看着他的背影 喃喃道 遵命 苏苏 一日清晨 顾寒舟加班回来了 苏以辰像往常一样上前迎接他 却不料下一秒一只手向他席卷来 他的一声在客厅响起 苏以辰被打得有点发麻 苏以辰 你就是这么照顾素素的 见苏以辰因自己受罚 裴素月会如何报复大途 两人的过往也首次揭晓 苏以辰能否想起他 上集说道 顾寒舟得知裴素月被苏以辰打了 怒不可遏地就给了苏以辰一巴掌 突来的变故让在场的人都愣在了园上 身后的裴素月更是钻紧的难断 眼眸似是夹杂着暴风雨般盯着顾寒舟 顾寒舟浑然不绝 下一秒更是粗暴地将苏以辰转到别墅外 无比狠利地说道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你不过只是素素的替身 什么时候才能认清自己的位置 怎么素素回来了 你嫉妒他了吗 居然还敢动手打他 谁给你的胆子 你给我记住 只要素素在 你就永远比不上他 你马上去给素素鞠躬赔礼道歉 我就放你一马 我不去 苏以辰捂着脸 难得地违抗起来 顾寒舟快气炸了 毕竟苏以辰以往都很听话 是自己说一 他从不敢说二的信用 这次竟然敢反抗 这让顾寒舟觉得权威被挑战了 他捏住苏以辰的下巴 好啊 那你就一直在这站着 直到认错为止 说完便转身离去 顾寒舟回到大厅后 陪宋月便得知了 苏以辰被罚战的事 下时间他看向顾寒舟的 眼神充满的憎恨 顾寒舟并没发觉他的变化 上前关切地询问 他脸还疼不疼 陪宋月笑了笑 情不自禁地俯上了脸颊 开玩笑 怎么会疼 这可是苏苏赏他的 喜欢还来不及吗 顾寒舟看他是真的不介意 便着急去处理公司的事 顺便也把顾清舟一起带走了 顾寒舟一走 陪宋月的脸立马冷了下来 顾寒舟 你对苏苏的每一分不好 以后我都会让你加倍偿还了 入夜 陪宋月趁众人睡着 偷偷跑出来 看着独自站在月下的苏以辰 他上前拉住他的手腕 苏苏 别碰我 苏以辰一把甩开他的手 看向他的眼神充满了冷漠和厌恶 陪宋月 别来恶心我 一边讨好我 一边还不忘去告状 两面三刀的很有意思吗 如果你只是想让顾寒舟厌恶我 那你目的达到 可以滚了 眼见苏苏误会自己 陪宋月急了 连忙开口解释事情不是他做的 苏以辰却不相信 以为他还在演戏 声音逐渐冷了下来 不是你还有谁 你现在这副假惺惺的做派 真叫我觉得讨厌 你喜欢顾寒舟就把心思放他身上 别费尽心思戏弄我 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卓 不需要你惦记 以后离我云 我不想看见 看着苏以辰如此厌恶的神情 陪宋月双眸顿时红了起来 上前将苏以辰揽进怀里 喃喃地叫着他的名字 苏以辰一时挣扎不开 气得脸都红了 放开我 陪宋月 话音刚落 他就感觉一滴泪落在了领口 转身一看惊住了 我去 陪宋月这是被他说哭了 难道真的冤枉他吗 陪宋月没管他是什么神情 再次趴在他肩膀上哭泣 苏苏 你生气打我骂我都可以 就是不要讨厌我 好不好 苏以辰眉头紧重 如果这人是演的 那演技也太高超了吧 但事情在闹下去 我会被人发现 苏以辰只能语气缓和下来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我好 那就赶快回去 别给我添乱 顾寒舟只是罚我罚站 等他消气就没事了 陪宋月失落极了 他知道苏苏只是为了安抚他 并不是相信他 但还是听话的走了 苏以辰望着他的背影 不禁觉得他像急了一个人 那个他曾经在校园里 救过的一个少女子 罚总的报应来了 为了给苏苏出气 陪宋月略失小计 让罚总从楼上滚了下去 造成重伤 画街上级 看着陪宋月离去的背影 苏以辰感觉他像急了一个人 那个曾经在校园 被他救过的一个 被霸凌的少年 凑巧的是那个少年也姓陪 不过不叫陪宋月 少年时期的苏以辰 个性张扬 极恶如仇 也算是一方笑霸 所以当见到那么多人 欺负一个少女 他直接出面表示 这少年他照了 谁也不准动 他终究粗糟变故 母亲换爱 父亲入狱 他不得不辍学出来打工了 所以和那少年也没了联系 经历这么多变故后 他的性格也变成了 如今这般凝人 另一边陪宋月刚回到大厅 就接到了一通 来自国外的电话 瞬间眼底阴郁无比 原来来电之人是他父亲 刚一接通 就传来了陪宋疯狂的咒骂声 历子 你要关你老子多久 要把老子关死吗 大逆不到的东西 是想谋害了你亲爹吗 面对怒骂 陪宋月并没生气 只是微微醋了醋眉 一脸笑一道 父亲怎么能这么想 这世上没人比我更爱你了 所以父亲乖乖听话 把我布置给你的作业做完 不做完 或者达不到麻烦 就不可以吃饭睡觉哦 这些都做不到 我怎么敢放你出来 我这可都是跟您学的了 说吧陪宋月 便没管对面传来的怒骂声 直接挂断了电话 也在这时外面的天气周边 一到惊雷后 便下起了瓢泊大雨 想着宋一辰还在罚站了 她就担忧不已 顾寒舟此时也从书房走了出来 素素 你怎么了 陪宋月见状询问道 外面这么大的雨 我让素素回来吗 顾寒舟有点不耐 不过就是一场雨罢了 再说她做错了事就该罚 你也早点休息吧 说完就打算下楼 丝毫没注意到陪宋月 此时看向她眼底的冷漠 陪宋月微微伸出脚 顾寒舟没有注意到 顺势就被绊倒 当即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孙来的剧痛 让顾寒舟感觉身体都仿佛不是自己 不知是不是错觉 她好似看到了 正站在楼梯上 一脸幸灾乐祸的陪宋月 由于动静太大 顾清舟很快走了出来 大哥 陪宋月也只好秒变无辜白莲花 一脸甘忧地看着顾寒舟 那表情就差快哭出来了 而陪宋月这一举动 也打消了顾寒舟的疑虑 看来素素还是很担心她 刚才肯定是看错了 随后缓缓闭上眼睛 很快救护车就来了 苏一辰诧异地看着前方 什么情况 顾寒舟怎么进医院了 不知何时陪宋月也来到了她的身后 江峰一劈在了她的身上 苏苏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 开心吗 苏一辰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顾寒舟的事是你做的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陪宋月撑着伞 笑了笑 她让苏苏伤心了就该受罚 我下手知道轻重 而且是她自己眼下不堪路摔倒的 又关我什么事 我就是见不得她欺负你 下那么大雨还让你站在外面 她太坏了 不怕我告发你吗 陪宋月则表示她的一切都是苏苏的 苏苏有权处置她 所以她并不怕 苏一辰一时半会也看不住 这人是否是真的演戏了 难道陪宋月真的喜欢她 可能是淋雨淋得太久 苏一辰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陪宋月着急坏了 苏苏 你额头好烫 好像发烧了 说完便将伞递给苏一辰 苏一辰猛 还没反应过来时 双脚就离地了 她怒斥道 陪宋月 你又在发什么疯 苏一辰到底经历了什么 竟让白月光陪宋月如此心疼 化街上级 发现苏一辰发烧后 陪宋月立马让人把车开了过来 车内她小心翼翼地给苏一辰擦拭着脸颊 由于高烧的关系 苏一辰上车后一直迷你呼呼的 陪宋月心疼坏了 她不知道为什么苏苏会变得 这么容易被人欺负 为了让苏苏做得舒服一些 陪宋月将她揽进怀中 看着她驳梗处逐渐淡化的痕迹 陪宋月是真想重新标记一次 一日清晨 苏一辰才悠悠转醒 她听见耳边传来通话声 我现在在外地 寒舟哥要好好休息 陪宋月挂断电话 就看到苏一辰醒了过来 她连忙上前用手背测了测温度 苏苏 你终于退烧了 看着陪宋月认真的神情 苏一辰醋眉 自从想起那个少年后 不知为何 再看到陪宋月就有种奇怪的感觉 特别是看到陪宋月眼下的那颗红纸 她总觉得似曾相识 于是她缓缓坐了起来 质问道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 也许吧 陪宋月并没正面回答她 只是递给她一杯水 苏一辰见状语气也冷了下来 也许是什么意思 既然见过 为什么不能说出来 你这样很难让我相信 陪宋月则是低着头 敏唇不说话 那些肮脏不堪的过去 她怕说出来弄脏了苏苏的耳朵 如果苏苏不记得 那就永远沉送下去好吧 毕竟如果没有苏苏 她不过是泥潭里的一条流浪狗吧 是苏以辰的存在 才成就了如今的陪宋月 苏以辰自然感受到了 陪宋月看向她的目光 不由地扯了扯唇 你能不能不要用 这么恶心的眼神看着我 我实在导不懂 顾寒舟他们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偏偏跑来伺候我 陪宋月笑了笑 表示他们和她没有关系 她只关心苏苏的想法 苏以辰无语了 她要是相信陪宋月的话 那母猪都会上树了 陪宋月丝毫不在意 她冷淡的态度 热情地投喂她吃东西 在她眼里 苏苏吃东西的样子 也是非常可爱 可爱到她都想拍下来 然后放进苏苏收藏室里 吃完东西后 苏以辰回归正地 询问她 顾寒舟那边要怎么交代 先让她在医院待几天好了 刚才打电话来 都不问问你的情况 要不是楼梯太矮 真想让她摔个钟声残疾 看着陪宋月 亲冷外表下隐藏的恶意 苏以辰心惊不已 如果顾寒舟知道 她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如此心 恐怕会彻底失望了 陪宋月则表示毫不骗 她只在乎苏苏的看法 苏以辰垂谋 她和顾寒舟约定的协议期还没到 如果她先婚约 以顾寒舟那自私不可一世的脾气 一定不会轻易放了她 所以她让陪宋月不要在她身上花心思 她不可能离开顾寒舟的 陪宋月轻笑道 那我陪你 你知道我和你长得并不像 但顾寒舟为什么还是选我做提升呢 苏以辰抬眸望着她 陪宋月一副了然云胸的表情 我当然知道 因为我笑起来像苏苏 苏以辰错了 对于陪宋月的脑回路 她是万分不几 你搞错主次了吧 哪有白月光向替身的 陪宋月十分不赞懂 我没有弄错 明明是我像苏苏 苏以辰彻底无语了 对于苏以辰当了她替身这件事 陪宋月十分心疼 她握住苏以辰的手 以后不要再把替身之类的挂在边了 罚你在大雨里站着的事 顾寒舟经常做梦 苏以辰十分平静 是的 顾寒舟是个很难伺候的人 不仅如此 她还会把工作上无法宣泄的脾气 全扫我身上 她任由别人欺辱我 却从来不会为我出头 我在顾家 甚至是这个圈子里 只不过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丑吧 这次的事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陪宋月听完紧紧抱住了她 苏苏 对不起 我来得太迟了 看着陪宋月反应那么大 苏以辰有点莫名其妙 你为什么要和我说对不起 总一想天开 竟想将替身和白月光一起收入囊中 苏以辰能否逃离危机 话皆上级 对于苏以辰这几年的经历 陪宋月一直都心怀傲慕 其实在她悲惨人生中 有过许多让她后悔的事 但最让她后悔的 就是年少时不懂得隐藏自己的心目 以至于被父亲发现了她的心思 父亲把她当成怪物 将她关进所谓的专业机构治疗 这一关就是整整两年 那两年成为了她噩梦般的存在 不断的奠基和药物生理治疗 让她碰不一声 两年的时间也让她学会了隐藏心目 装作正常人的她才被放了出来 回到陪家后 她第一时间就控制住了陪子 本以为解决掉了障碍 她就可以用最完美干净的状态回国见苏苏 没想到一切都太迟了 苏苏这时候已经死心塌地地跟着顾寒舟了 她极度且憎恶顾寒舟 却又不敢对其做些什么了 她怕苏苏会为此伤心 但她绝不会因此放弃 她发誓早晚有一天 一定要将苏苏抢回来 由于发烧的关系 苏义成在医院住了两三天 陪苏苏悉心照顾 由于一直没回顾家 顾寒舟忠实打来了电话 我住院的这两天你去哪里了 苏义成这才告诉她自己发烧住院的事 顾寒舟冷笑一声 语气依旧阴沉 没有我的允许 谁准你擅自离开的 你忘了还在受罚吗 一个小时内立刻给我回家 苏义成内心快抓狂了 这人果然毫无人性啊 她只能装可怜表示医院有点瘾 一个小时可能赶不回去 顾寒舟却以她父亲和母亲相邀请 苏义成气得咬紧了牙 深吸一口气 答应了下来 内心却在想着 总有一天 她一定会亲手让顾寒舟付出待遇 顾寒舟吩咐她这几天速速在外出差 她还是像以往一样没完给她按摩就挂断了电话 得知苏义成马上就要回去 陪苏月本想跟着一起 谁曾想被拒绝 你跟我一起回去会被人怀疑的 所以你过两天回来 陪苏月虽然不愿意 但还是不得不答应下来 顾家顾清州看到苏义成回来了 就提醒她小心一点 她哥心情不好 这时楼上传来了物体破碎的声音 苏义成小心翼翼地来到顾寒舟门口 苏义成 你迟到了三分钟 顾寒舟阴沉的声音传来 苏义成只好道歉 过来 顾寒舟招了招手 苏义成犹豫了片刻还是走了过去 突然顾寒舟站起身来 捏住她的下巴 立生质问道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苏义成立马演技上身 眼含热泪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打赔苏义 不该擅自离开顾家 更不该顶妆先生 那我住院这几天你怎么没去照顾我 对不起 因为我淋雨一直在发烧 听完这解释顾寒舟非但没有怒火消散 反而变得加厉 她死死掐住苏义成的搏骨 这不是理由 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能待在我身边 如果不是你和素素有相同之处 又足够听话 我早就让你管了 那既如此 先生放我离开 可以吗 苏义成头一次向顾寒舟提出桃件 就像小提生在一个小时之内 必须出现在自己面前 裴素月当初年少 喜欢也不懂得藏 后卿发现她真正的取向 她被送往所谓的专业机构接受治疗 当时让她痛苦不堪 在漫长的两年黑暗中 她学会了伪装自己 终于出院回到裴家 为了洗净那些黑暗的回忆 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当她终于能用完美干净的模样 回到苏苏身边时 却发现她已经被顾寒舟所吸引 还死心塌地 跟着顾寒舟 裴素月既嫉妒顾寒舟 又无法对她下狠手 因为她害怕苏以诚会因此伤心 然而她并不打算放弃 总有一天 她会从顾寒舟手中夺回苏苏 苏以诚因发烧住了医院 而裴素月 和一只无微不至地照顾着 苏以诚的电话响了 她接过电话 大头是顾寒舟冷声质问她 自己进医院的这几天 她去了哪里 苏以诚解释自己 是因为发烧也住进了医院 对面沉默了一秒钟 继续质问她 是谁送她去的医院 那一瞬间 苏以诚差点以为顾寒舟发现了 她抬头看了一眼 正在给她摆放午饭的裴素月 她镇定地回答 说是自己去的 顾寒舟压迫性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来 没有我的允许 谁准许你自己离开 你忘了 你还在受罚 苏以诚解释说 因为吓着雨 怕自己一直站下去 会病得越来越重 心里暗骂顾寒舟 是个白眼狼没良心 然而顾寒舟命令她 然后继续道 先生 这家医院有点偏 一个小时内 可能不太能赶得过去 然而顾寒舟提醒苏以诚 她的父亲还在牢狱里 她的母亲 被她接来了顾家的私人医院 她一家人都捏在她的手里 她有什么资格反驳她的命令 面对顾寒舟的霸道 苏以诚心中下定决心 总有一天 她会亲手让顾寒舟付出代价 顾寒舟继续说道 素素这段时间在外地出差 让苏以诚像以前一样 晚上过去给她按摩 苏以诚挂断电话后 抬起头望向裴素月 表示她要回去了 裴素月连忙站起身 也要跟着一起回去 但素以诚拒绝了 因为顾寒舟以为 裴素月在外地出差 如果两人一起 只会引起怀疑 裴素月虽然不愿意 却也只能答应 回到顾家 顾清舟提醒素以诚 注意大哥的情绪 因为顾寒舟回来 没见到素以诚发了很大的火 让她小心点 顾清舟看见素以诚苍白的脸色 没来由的有些心疼 素以诚去楼上时 玻璃瓶碎掉的声音清晰地传来 她走进书房 顾寒舟面无表情地 看了手腕上的表 指责素以诚迟到了三分钟 素以诚紧张地向顾寒舟道歉 顾寒舟朝她招了招手 素以诚犹豫了片刻 走了过去 顾寒舟将素以诚压到了书桌上 捏住她的下巴 丝毫不顾素以诚 被撞到发疼的腰 居高临下的质问 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素以诚回答 我知道错了 顾寒舟继续逼问 错难了 素以诚十分清楚 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样的话 是顾寒舟最爱听的 于是她演技瞬间上线 表示自己不应该打赔素月 不应该擅自离开顾家 以及顶撞先生 顾寒舟依旧没有消火 质问素以诚 为什么在她住院期间 没去照顾她 素以诚连忙道歉 解释自己发烧了 然而顾寒舟发现自己 一遇到素以诚的事情 就无法冷静下来 她告诉素以诚 如果不是 她与素素有些相像 又足够听话 她早就让她滚出去了 现在 你连听话 这唯一的优点都没有了吗 素以诚红着眼睛 请求顾寒舟 让她离开顾家 霸总原本手身如玉 等待白月光 但现在却对替身 产生了不该有的渴望 素以诚被顾寒舟 掐得脸色苍白 她鼓起勇气 请求离开顾家 顾寒舟却质问素以诚 为什么提出这个要求 素以诚解释 顾寒舟想要的人 已经回国了 她的内心打了一手好算盘 如果是顾寒舟主动提出让她走 就不算她混运 顾寒舟松开素以诚的喉咙 抓住她的头发 逼她看书桌上的文件 我在帮你查你父亲 当年被构陷的真相 争取让她减刑 你却想混运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别忘了 你母亲还躺在顾氏的私人医院 我随时可以把她赶出去 还有你 要是离开顾家 我会让你在整个这世混不下去 顾寒舟阴冷的嗓音 让素以诚的心 一点一点地沉入湖底 素以诚紧紧紧抓着文件 一滴泪落在上面 她请求顾寒舟一年后合约到期时 能让她和家人团聚 顾寒舟指尖摸挫着素以诚的后伯格 素以诚虽然在顾家一年多 但她因为想等待白月光的原因 她从来没碰过素以诚 但现在 她看到素以诚这副脸色苍白 连反抗都不敢的样子 实在是让她有了不该有的心思 到底是为了白月光守身如玉 还是遵循内心 把素以诚彻彻底底变成自己的人 顾寒舟犹豫且纠结着 这时 素以诚忽然意识到生活的触感 她紧张得连呼吸都不敢喘得太大 她没想到顾寒舟这个喳喳 竟然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反应 她紧紧抓着手里的文件 动也不敢动 她询问顾寒舟 可不可以让她回去 不然 顾寒舟命令素以诚转过来 素以诚僵硬地转身 眼中充满了恐惧 顾寒舟坐在椅子上 盯着素以诚 她命令素以诚跪下 素以诚末地抬起头 先生 您不是讨厌我吗 您不是 只喜欢陪少爷吗 然而顾寒舟却表示 素以诚是她的所有物 她可以对她做任何事情 只要素以诚不说 陪素月就永远都不会知道 素以诚冷汗沉沉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情景 先生您这样 是不是对不起自己 这么多年的痴情等待 顾寒舟伸手扣住素以诚的后脑勺 也要往自己敌挺的西装裤上凑 她承认 她的心在陪素月呢 但是 她也可以把她的渴望 放在素以诚这儿 就在素以诚不知 该如何应对的时候 顾寒舟的电话响起 素以诚松了一口气 思考对策 电话是陪素月打来的 她告诉顾寒舟 她的工作结束了 确实的路不太熟 想让她来接她 顾寒舟看了一眼 跪坐在书桌旁的素以诚 隐匿去了心底的心思 答应了下来 电话挂断后 顾寒舟警告 素以诚不能让陪素月知道这件事情 否则后果自负 威胁意味不言而喻 素以诚回到自己的房间后 心里疑惑不解 她不知道顾寒舟 为什么忽然对她有兴趣 这让她感到不安 就在这时 手机收到了裴素月的消息 裴素月问她 是否会因为顾寒舟消失而难过 素以诚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她不知道 裴素月为什么不有这样的想法 素以诚回复裴素月 告诉她不要冲顿 而且 她的想法很不合法 她怀疑这次时机 为什么会如此恰巧 顾寒舟刚让她做那种事 裴素月这边就发起疯了 裴素月那边显示 正在输入中 很快又来一条消息 素素放心 为了顾寒舟去台缝纫机 也太不值得了 她还要和素素过一辈子 她只是想给顾寒舟一个教训 因为她不能忍受 她和素以诚单独在一起 为什么会有人用 这么可爱的言文说 这么恐怖的话 就在她愣证时 又传来新的消息 裴素月告诉她 会帮她解决父母的事情 素以诚看见这条消息 非常惊讶 因为她没有把这件事 告诉任何人 而且只有她和顾寒舟知道 她问裴素月是怎么知道的 车上的裴素月 望着素以诚的消息 陷入了沉思 要是被素素知道 她生活的地方 她不安了监控 她一定会生气 并害怕她吧 想了想 她比较损 还是不要实话实说的比较好 她解释说 是回国后 自己的人却查探得知的 还知道素以诚和顾寒舟 签了一份秘密协议 裴素月表示 素以诚不应该 独自承受这些困难 她愿与素以诚一起面对 素以诚对裴氏集团的 情报能力感到惊讶 没过多久 裴素月又发了几条消息 不停地解释 并向素以诚道歉 请求她不要生气 她解释自己只是担心她 还暗中让人去查的 裴素月询问素以诚 是不是顾寒舟 用她父母威胁她 跟她在一起的 素以诚望着手机上的消息 陷入了沉思 顾家家大业大 只手遮天 以她现在的筹备 还不足以与之正面抗衡 如果有一个可靠的盟友 说不定能更早脱离顾寒舟 素以诚将手机吸屏 拉开高一灵 捕莫勃梗的备养的印记 想起裴素月说的话 她该相信裴素月吗 她意识到 自己突然接受 白月光那些愉悦的行为 怀疑这或许是因为 顾寒舟这个傻X的存在 让她有了某种对比和参照 上级说道 顾寒舟想让素以诚陪她玩游戏 却被裴素月一个电话终止 顾寒舟询问裴素月 出差忙不忙 裴素月脸上浮现一抹似笑非笑 还好 辛苦寒舟哥特意来接我一趟 顾寒舟轻笑着说道 你在我心目中 永远是第一位的 又问问裴素月 手上拿的是什么 裴素月解释 这是她特意带回来 送给她的特产 听说很好吃 并让她一定要好好尝尝 送给顾寒舟的礼物 自然是她精心准备过的 她在里面放了 能让她变没用的东西 看她还敢不敢气负苏苏 然而不知情的顾寒舟 却觉得 裴素月送她的礼物非常好 顾寒舟表示 半个月后青州的生日 她打算在顾家老宅 办一个生日宴会 她希望素素不要缺席 裴素月点了点头 并表示自己会提前 把时间空出来 反正苏苏在哪 她就在哪 晚上吃饭的时候 裴素月一直在 若隐若现地望着苏以成 但她却低头视而不见 只是没想到 在侃侃而谈的餐桌底下 众人看不见的地方 裴素月居然伸出脚 去蹭她的腿 腿长了不起吗 苏以成装作若无其事地低声道 我吃完了 还有些家务没做完 我先去忙了 苏以成起身时 挂了裴素月一眼 裴素月便心领神会 五分钟后 她放下碗筷 找了个借口离开 拐角处的阳台间 苏以成刚准备将换洗衣物 放进滚筒洗衣机里洗 下一秒 她的腰便被人牢牢地环抱住 紧接着一个吻 轻轻落在她的耳朵上 低声道 苏苏 我想闻你了 她没有等苏以成说话 便对准她的耳朵 轻轻狠咬上去 苏以成整个人 犹如漂浮在云端里 她生怕被外面的顾寒舟发现 所以希望裴素月能收敛一点 苏以成询问她 不怕他们发现吗 裴素月只见轻按住 苏以成的下巴说 苏苏脸红了 是不是害羞了 苏以成推开裴素月 轻声告 滚 不要蹬鼻子上脸 裴素月往后退了一步 那我滚去苏苏心里 苏以成转过深暗了按钮后 她认为自己开始接受 白月光那些愉悦的行为 一定是因为有顾寒舟 这个傻X做参照物 就在这时 顾寒舟命令的声音传来 苏以成 我叫你过来洗碗 你听到没有 苏以成刚想踏步过去 裴素月便拉住她 我去应付顾寒舟 你在这等我 说完便转身来到餐厅 她告诉顾寒舟 自己听说苏苏当她的私人助理 也快一年了 自己有些问题想请教她 碗就让青州洗吧 也好锻炼锻炼她做家务的名义 此话一出 顾青州立即哀嚎 素素太患 我不想洗碗 而顾寒舟却自信地认为 裴素月找苏以成 一定是想了解 更多关于自己的事情 于是让顾青州快点去洗碗 多大的客厅 很快就空无一人 裴素月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沾了上来 想见到主人 而不停摇尾巴 求捕摸关爱的小狗狗 苏以成冷的脸推开她 这是顾家 你注意一点 裴素月并不介意苏以成的冷脸 握住苏以成的手说 就因为是顾家 所以才想在这里留下属于我们的痕迹 素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痕迹 裴素月会成为所有人的白月光 并不奇怪 只可惜 她在苏以成的眼里 不仅绿茶还虚伟 苏以成把手抽回 如果顾寒舟发现他们的事情 倒霉的是她 而不是裴素月 裴素月文言 询问苏以成 还是不相信她的心吗 苏以成表示 心这种东西是最不可信的 她晾好衣服后回到卧室 裴素月紧紧跟着她 苏以成抱着睡衣 准备洗澡睡觉 裴素月将灼灼的目光 移向了苏以成平坦的腹部 她的目光令人无法忽视 苏以成顿时停下动作 让裴素月背过身去 然而裴素月并没有听她的话 而是盯着她的下半身 询问苏以成 是否关爱过小苏苏 苏以成注意到裴素月毫不掩饰的痴态 开口将裴素月咒骂一通 并警告她 不要来打扰自己 裴素月双眸含着一门笑容 如果苏苏想要 我可以随时随地帮苏苏 苏以成恼羞成怒地说不需要 话露 她骑得走进浴室 狠狠地把门关上 裴素月乖乖地蹲在地上等待着 十分钟之后 苏以成擦着头发出来 裴素月拿起吹风机 好好地帮她吹头发 苏以成乐得有人伺候 自己也懒得动手 裴素月撩拨她湿润的发丝 鼻尖清秀 苏苏的身上好香 苏以成胃疼活化 半上裴素月告诉苏以成 她父母的事 自己已经让人想办法了 但故事势力很大 可能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不过这期间 她会让人暗中对付顾寒舟 分散她的势力 苏以成睁开双眸 问裴素月 顾寒舟这么喜欢她 宠她 她却为了自己 在暗中对付顾寒舟 她不会愧疚呢 裴素月用一种吃笑的口吻 道出这两个诶 她抢了我最重要最珍惜的你 我不刀了她 已经是在极力忍难 怎么会愧疚呢 苏以成现在是真的能感受到 来自白月光身上的杀气 她疑惑地质问裴素月 这么帮她 是想从她这里得到什么酬劳 裴素月表示自己 不要和苏苏有任何利益交换 并说她的一切都属于苏以成 包括她的身体 灵魂都只想被苏以成掌控 苏以成是最独一无二 无可替代 她不是任何人的替身 苏以成听到这话 耳朵微热 她以为裴素月 至少会要求自己跟她在一起 裴素月轻轻地望着苏以成 表示自己不敢 苏以成却早已习惯了 凡事靠自己 不依赖任何人 不管裴素月这段时间的 是好是不是装的 也不管她是一时兴起还是别的 总之 不要指望她付出了 就能从她这里得到回报 苏以成提醒自己 现在还在顾寒舟的掌控之下 如果自己真的对裴素月动心 那么她就死定了 明亮的灯光下 裴素月的眼神 犹如痴迷狂热的信徒 在仰视她的神明 没关系 如果不配成为苏苏的伴侣 那她就当苏苏最听话的小狗 帮助苏苏 是她心甘情愿 不求任何回忆 她只希望自己能留在苏以成的身边 关灯后 苏以成悄悄拿出手机 发了一条消息给沈 上次让你查裴素月的体系 你查清楚了吗 沈元以为裴素月开始对付苏以成了 其实不是她不想查 本以为裴家主要事例已经迁往国外 但她费尽心思 也查不出裴家现状 他们对国内的干涉 也不容小觑 苏以成回复 裴素月并没有对付自己 反倒是一直在对她示好 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沈元连忙打字 梅珍想先搏你同情 在背后捅你一刀 总之一定要防着她 她绝对不是什么好鸟 虽然没查到裴素月的资料 但我帮你搜集了这些好东西 说着又发了几个文件 如何一句话对死绿茶 如何识破绿茶的低级 中级高级套路 对付绿茶的9999种教程 怎样让男朋友认清绿茶 苏以成看到沈元发来的消息 顿时无语 沈元这段时间 到底在看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他让沈元务必要查清裴素月和裴家 又提议沈元 先从裴素月学生时代开始查起 沈元表示 一定完成苏以成交代自己的任务 而这边 裴素月演发了三条消息出去 继续关注苏家父母的情况 还有盯着故事企业 他们所有的合作项目 都想办法台价抢过来 我不介意成分 只要能看到故事企业股票下跌 资金亏损的消息 聊完之后 裴素月便转过身 透过月色满足地望着床上来 他想要苏以成等等自己 他一定会为他解决好这一切 忽然一个枕头砸在脸上 你怎么还不睡觉 手机光闪到我 裴素月抱怨地板好了 他睡不着 所以想去床上睡 话还没说完 一床被子不然盖在身上 裴素月满足地抱着被子 暗想 如果帮苏苏把父母的事情解决完 不知道苏苏会不会愿意跟他更进一步呢 裴素月拉着苏以成 做了一晚上的海盗船游戏 以裴素月过分的行为 让苏以成落落为结局 而这并非现实 原来这只是裴素月的一场日有所思的梦 早晨醒来 小素素便向裴素月问早安 裴素月心生愧疚 偷偷看了熟睡的苏以成一眼 然后快速穿好衣服 悄悄地为苏以成准备牛奶和早安冷 接下来的几日 顾家一直在准备顾青州的18岁生日宴会 苏以成也被各种杂货弄得无暇分神 好在裴素月总能在顾汉州刁难他时 及时出现解围 很快到了生日当天 裴素月看到苏以成 宽如见到主人的狗狗 兴奋地扑了上去 裴素月还抱住他的腰 苏以成不得不反手勾住裴素月的肩膀 他警告裴素月 就算周围没人也不可以这么扑上来 万一被监控拍到怎么办 裴素月笑着回道 他明白苏以成的担忧 但他有办法让顾汉州 看不到不该看的监控视频 而且每次他扑过来 苏苏最后都没有拒绝 苏以成有些无奈 他告诉裴素月 成年人的世界里 没有回应就是拒绝 但裴素月笑着反驳 在他看来 苏以成的不拒绝就是答应 裴素月忽然开玩笑说 他们现在这样是在偷欢 苏以成纠正道 这不是偷欢 苏以成紧张地看着宴会外 越来越多的人 生怕被发现 而裴素月却趁机在苏以成脸颊上亲了一下 苏以成挣扎着推开裴素月 裴素月却倾笑着道 现在我就是苏苏的地下情人了 苏以成提醒他 这次生日宴会来不少名门望族 你裴素月再厉害 也不要得意忘形 被发现他就完蛋了 连带着裴素月也名誉受损 尽管裴素月并不在乎名誉 可是苏以成在 但他不想惹苏以成升起 于是他答应苏以成 作为他的地下情人保持低调 此时苏以成并不想搭理裴素月 他望着宴会上的众人 这一年内 不顾寒州的福 他才能参加这样名流剧集的宴会 也为自己的公司 拉到了许多项目和投资 他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洗去金丝雀 替代品和玩物的雕迁 裴素月看到苏以成眼中的影星 他伸出手 与苏以成食指相扣 表示苏以成无论想做什么 自己都会陪着他 就在这时 一辆黑色豪车停在庄园门口 陆明峰和陆明成 这对陆家兄弟一现身 立刻吸引了生日宴诸多贵宾的目光 顾寒州和亲自过去迎接 陆明峰五官深邃 容貌俊朗 深灰色的高定西装 彰显出他身上的雄性和尔蒙 轮廓里的锋芒无法掩戴 他的气质充满攻击性 让人无法不视 众人皆知 陆明峰与顾寒州 有同一个白月光陪素月 这两位重量级的大人物 一旦对上 势必会引起轩然大波 这几天 陆明成在青州家里做客 对苏以成颇有微词 那个苏以成真是好讨厌 陆明峰对于弟弟口中的苏以成 没什么印象 但是有点耳熟 陆明成肆无忌惮地 在大哥面前 说自己讨厌的人坏话 明知道自己只是素素的替身 还舔着脸待在顾家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陆明峰没有把弟弟口中的人放在心上 不过是有些神似吧 其他哪一点比得上素素了 也只有顾寒舟这种没品的人 他会想出给素素找替身 陆明成继续抱怨着 我不知道布大哥怎么能容忍这种人 在顾家待着 陆明峰听弟弟诉说后 问道 小陈 你就这么喜欢顾寒舟 陆明成连忙否认 表示自己 只是看不光顾寒舟被利用 陆明峰安慰弟弟 顾寒舟在生意场上酒精沙场 只有他利用别人的份 并好奇地问起 素素从国外回来 为何住在顾家 陆明成解释说 是素素主动要求的 大概是想给布以晨一个下门威 毕竟他才是顾大哥的正牌白月光 大哥 我知道你也一直暗恋着素素 依我看待顾家的所见所闻 素素对顾大哥 倒也没有那么亲近 说不定你还是有机会的 小朋友 不要问这么多 陆明成调皮地笑了笑 大哥 这是你第一次见素素本人 可不要表现得太激动 你还管起大哥来了 你管好自己吧 闯祸精 陆明成黑黑笑的 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 窝进大哥的怀里 有大哥在 我愿意当一辈子闯祸精 反正无论我做什么 大哥都会帮我兜底 陆明峰揉了揉弟弟的脑袋 眼神充满宠溺 司机看着后视镜 也只有明成小少爷在的时候 大少爷看起来才这么贫义镜 年少的陆明峰 虽然默不吭声 却是最自责的 因为弟弟是他弄丢的 陆家人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最后去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和小少爷一样 生日的孩子回来抚养 一家人把对丢失孩子的爱与歉意 全部弥补给了陆明峰 全当那个孩子没有丢掉 甚至为他 取了一个同名字 陈 才有了陆明峰这个名字 苏以成望着远处的陆家人 他对这位大名鼎鼎 且阴本冷血的陆家掌权人 有所耳闻 无论是他背后的家族企业 还是他本人近乎鬼 他的经商头脑 以及雷厉风行的铁鞋手腕 人称陆语 这些名号如雷贯了 即便是顾寒舟 也得进他三分 值得一提的是 陆明峰的白月光 也是陪素月 苏以成不禁觉得 陪素月向志工胡离京 在重要大人物到场后 苏以成催促陪素月过去 而陪素月黏人的粉 舍不得离开苏以成 苏以成观察了宴会宾客情况 给沈元发了条消息 沈元回复刚刚到 陪素月试图凑过来看苏以成的聊天 却被苏以成推开 离我远点 你怎么还在这 就在这时 沈元身着正装 手持一个黑金领盒出现 他一出现 就吸引了几位家族代表上前招呼 言语间充满讨好之意 大家都知道 云胜公司背后 有一位最大的神秘幕后控制人 沈元虽然是云胜的CEO 但是只有执行权 真正掌权控制公司的人 依旧在幕后决策 从来不曾献身过 这时顾寒舟缓缓走来 沈元微笑着向他致意 并代表云胜创始人 为他弟弟献上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一辆豪华跑车 周围人们都为这份大礼赞叹不语 顾寒舟接过礼物 向沈元表示了感谢 并提出一个请求 他希望与云胜背后的创始人 直接洽谈合作 沈元表示 需要请示云胜的真正老板 才能确定约谈时间 此时陆明峰也走了过来 并递了自己的名片 陆氏对贵公司同样有合作意向 希望云胜的老板能够接见 沈元看向陆家 这位殷勤不定的掌权人 笑着回应 多谢陆总赏识 我一定会请示他 也定然会给二位确切地答复 顾寒舟冷冷地看了陆明峰一 讽刺道 以陆总的气魄 怎么什么东西都要与人争抢 陆明峰毫不示弱地回应 好东西总是引人争抢的 顾总抢不抢得过 就看顾总实力够不够厚了 顾寒舟与陆明峰 接知彼此说的是谁 顾寒舟和陆明峰两位总裁 因为白月光陪素月而争执起来 气氛非常的紧张 陆明峰讽刺道 顾总家中不是养着个替代品 金丝雀吗 我以为你这一年 忙着亲近你那个替代品小情人 早就把素素给忘了 顾寒舟冷笑道 替代品只是替代品 怎么能和素素相提并论 陆总 你拿他来讽刺我大可不必 气氛意识之间僵硬无 一旁的沈元默默退出战场 给苏以诚发消息 告诉他这一幕 苏以诚关掉手机后 看向陪素月不由的笑 陆家和顾家两个总裁 都为你打起来了 你不去劝劝架 陪素月却觉得 对于苏以诚来说 他们两败俱伤更好 此刻的陪素月 似乎比沈元更了解他 这让苏以诚感到惊讶 陪素月知道苏以诚的家庭遭遇 他提议 如果能让苏以诚的家人 从顾家全身而退 是否会有假定 苏以诚知晓陪素月 作为陪家的长者和继承人 他有这种能力 想到这 苏以诚轻挠了挠 陪素月的手心回应 先让我看看 陪试继承人 有没有这个实力吧 陪素月离开后 苏以诚便低着头找甜品吃 突然 一个高傲 无懈的嗓音传来 不仅嘲笑苏以诚穿的寒酸 还质疑苏以诚 送给顾清州的礼物 原来 陆明晨对他送给 顾清州的红绳手串 非常不屑 苏以诚心想 自己已让沈元代表自己 给顾清州送了一辆小跑车 虽然花的钱 都是云胜从顾寒州那赚来的 然而他不能说出真相 顾清州来时 看到陆明晨又在欺负苏以诚 问陆明晨 他又怎么惹你了 陆明晨气愤不平道 他来你的生日宴会 就送了一个手作的红绳手串 这是什么垃圾礼物 哪有这样厚脸皮肤的人 顾清州意识到 陆明晨还想动手 于是连忙挡在苏以诚面前 并安抚好朋友 你跟他动物干什么 他一共也没几个钱 我还稀罕他的礼物吗 又看向苏以诚 你哪两块奶待着去 别来碍眼 要说整个顾家对苏以诚最好的 在陪苏月来之前 其实是顾清州这个小顽固 虽然他嘴上说话不好听 行动上却好几次都维护了苏以诚 苏以诚心想 不枉费自己 特意送他一个大跑车 行了 我要去看明晨 给我准备的生日惊喜 顾清州说罢 便拥着陆明晨离开 这边 陪苏月走在宴会中心 顾寒州与陆明晨的争锋相对 立即停止 陆明晨微笑着问候陪苏月 并关心地询问他 是否习惯在顾家居住 正当陪苏月与陆明晨交谈时 他注意到 苏以诚陷入了困境 陪苏月想要上前帮助 但陆明晨却阻止了他 提醒苏以诚不值得他亲自出手 他会处理这个问题 并表示 如果苏以诚还有脸面 他会自己选择离开顾家 陪苏月提醒陆明晨 立又可以 千万不要威逼 也不要人身伤害 陆明晨辩解道 他不会让人身受到伤害 但威逼一下又何妨 陪苏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他试过 苏以诚不持这套 陆明晨心里盘算着 如果把顾寒舟踢出竞争 他应该利用苏以诚这颗县城的旗 但是 他不想看到素素不开心 而且 小陈也与他有过节 所以他想先观察一下 苏以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苏以诚继续装出一副 畏畏缩缩的可怜模样 试图让顾寒舟丢脸 以便他同意让自己离开 当陆明晨来到现场后 那些欺负苏以诚的人纷纷离去 陆明晨走上前询问 你就是苏以诚 苏以诚感谢陆明晨的相助 然而陆明晨却说 谁帮你 我只是不想让人 打断我的私人谈话时间 苏以诚发现 陆明晨比顾寒舟更难对 于是决定离他远点 而陆明晨却不打算让他离开 谁准你走吧 苏以诚脚步一顿 谋色出现一门疑惑 陆明晨不经意地打量了他 这么年轻 却一副畏谓缩缩的模样 不由地让人戴上有色眼镜 轻视他 这刻制的位置 和素素一模一样 他和素素 也并非长得十分相像 为什么我却莫名 觉得他有几分亲切 询问苏以诚的名字 具体是哪几个字 苏以诚轻声回应 苏醒苏 以为的已 以诚不染的诚 陆明峰念着这句 想到了什么 不由地怀念 当初弟弟刚出生时起名时 从被选诚 和诚这两个字 纠结了很久 前者寓意诚成不染 后者寓意尊贵祥瑞 谁知明明选了诚字 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 他面无表情地望着苏以诚 淡淡地训诫 用自己的脸和身体 走洁净的人 我见多了 你应该明白 后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 苏以诚被燕卫薰的眼睛 微微放红 他疑惑 陆明峰为什么和他讲这些 陆明峰的语气 更像是上位者的怜悯与诗诗 我能帮你离开顾家 你愿意吗 苏以诚不理解 他离开这里 对陆明峰会有什么好处吗 陆明峰语气不容置疑 我做事不需要好处 也不需要理由 如果不是小陈每日跟他念叨 有多讨厌他 他根本不会注意到此人 苏以诚只要转转脑子一想都猜出来 一定是为了陆明峰 陆氏家族有多宠溺那个小儿子 全城的人都知道 我可以给你钱 也可以给你工作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陆明峰语气带人 每一字一句 虽然是商量的口吻 实际上语气夹杂着警告 他这种不屑一步 像是施舍一样的态度和语气 比顾寒舟更令苏以诚挠苦 苏以诚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多谢陆总的好意 我留在顾家 是我和先生的事情 陆明峰眉头一措 你太天真了 你以什么身份 继续留在顾家 顾寒舟养个金丝雀 他的助理 还是顾家的男保姆 如果他以后选择和裴苏月结婚 难道你也心甘情愿 做他的地下情人吗 苏以诚眼眸垂落 心想 是不是当总裁的 都喜欢高高带上教训人啊 顾寒舟愿意跟裴苏月结婚 那也要先问问裴苏月愿意吗 陆明峰见他不语 以为是把人说哭了 错了错眉 便不再多说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想好了 可以随时找我 苏以诚望着他的背影 这种像打发乞丐一样 扔给我一张名片 还想指望我感恩戴德 等人走远后 苏以诚把名片丝的稀巴烂 扔在地上 淡淡地说 谁稀罕 回到了宴会场地 在餐桌下面 裴苏月轻轻握住苏以诚的手 放在自己的腿上 带他的手心挠痒 没有人发现 含笑风生的宴会酒桌 下面的一举一动 不然顾清州奇怪地问苏以诚 他脸怎么疼了 苏以诚解释说 可能是因为 见到这么多人的场合 让他有些不适应 然而顾寒舟却觉得 苏以诚的表现 丢了自己的脸面 不能适应 就去房间里待着 赵棋根和陆明晨嘲笑苏以诚 我看是素素坐他旁边 他不好意思了吧 一个从头到脚 都在模仿素素的劣质品 在正主面前 当然会自谈行贿 还有素素和苏苏 连小明也很像 稍不留神 都听不出来 喊的是谁 陆明峰调侃道 就不知道顾总平日里 喊的是素素还是苏苏了 面对众人戏谑与调侃的目光 顾寒舟表示 素素是素素 苏苏是苏苏 我不会搞混 赵棋根接着说道 顾大哥的意思就是 他永远都不会认错 自己心上人的 也不知道 某人怎么这么不要脸 居然敢跟素素争顾大哥 苏已成沉默不语 但他的眼神 却时不时瞥向 裴素苏握着的手 陆明峰冷淡地观察着苏已成 面对众人的戏谑 也不懂得反驳 过着这样的窝囊日子 还要苦苦黏在顾寒舟身边 陆明峰心想 如果别人敢这样 对他递递 他一定永远让他们闭上死 这时裴素苏轻咳一声 解了这场戏门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应该谁是谁的替身 陆明峰笑得有些挂不住 素素真是人美心善 就像天使一样 还是我们素素善良 裴素苏但笑不语 善良 如果不是素素在这里 我早就对你们动手了 苏已成快要憋笑 都快憋出内伤了 人美心善 天使 这是可以用来形容裴素苏的吗 盘桌下面 裴素苏的修长的大腿 已经蹭了过来 苏已成腾出一只手 很掐了裴素苏的腿 裴素苏面色如常 他夹了一块红烧肉 递到苏已成碗里 笑道 裴素苏竟然给苏已成加菜 他们可是情敌啊 顾寒舟看着桌上的甜品 他问庸人 今天的甜品是谁点的 全是芒果 不知道有人不能吃吗 庸人回复道 大部分是不老夫人点的 其余是苏已成点的 顾寒舟阴冷的眸子 直直地看向苏已成 素素对芒果过敏 你不知道吗 你是不是故意的 苏已成危症 他自己也对芒果过敏 怎么可能点啊 我没有 应该是老夫人 但顾寒舟根本不听他的辩解 命令道 素素过敏严重的话会进医院 你把他那份蛋糕也吃了 苏已成望着自己 和裴素月前面的芒果蛋糕 陷入了沉思 可我也过敏 不能吃啊